有,沒錯 今天是這個 炫瓦拉 炫瓦拉的 英雄能力是你每次買 不對,你每次打出元素的時候 會 拿到一顆球 然後拿到三顆肉就會降你身心 三費 其實還蠻多的,也就是代表說你 每個元素又會 再多給你一點經濟 有夥伴之後 他夥伴其實 跟他超搭 基本上 你基本上都是玩 那個 基本上都是玩糯米,或是 就是一定是玩純元素類的東西 那我們這一局 其實是沒有 魚的 所以我們是比較不怕各種毒系列的東西 不過你們可以看到還是有野獸 好 這邊有種 這個資本其實非常厲害 種資本讓我們可以 已經湊到兩顆球 下輪如果再湊到一顆球的話 就基本上 零塊錢直接升星,非常的爽 好 前面這邊剛好插個一 有 更多資本元素 這邊就 無痛直接升星 這邊 這邊在金蟬托殼 買個日曬放鬆者 基本上也沒得選啦 最後就是日曬可以買 除非你願意再犧牲一塊錢 然後再曬一次 然後看有沒有 良心的好拍 這邊很強 所以我們前面其實因為是一個非常經濟的能力 所以 基本上沒有辦法做什麼事 OK 這邊是一個 蠻關鍵的地方 這地方進兩個元素我們都是要拿 資本是一定要拿的嘛 可是這邊剛好拿兩張牌 還會剛好把錢用完 而且 這隻基本上是要碰5的 因為碰到糯米 基本上就直接升天 然後碰到 碰5你還可以碰那個限時主宰 玩一些其他東西 等一下我幹什麼事 我給了香蕉 給香蕉來幫助我們 打架啊 這邊還是很厲害 不過無論說什麼 我都是要這個 碰5的啦 因為碰5碰到糯米 這隻太大 基本上直接吃雞 所以前面我們這邊 只要不要掉太多血 然後把元素抓好抓滿就可以了 OK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版面 這個版面 讓我們至少有 再多兩個三合一 所以至少有三個三合一可以做 應該說就是三個三合一啦 所以你要再用大貓三合一什麼之類 那我們這一輪要做的事情 是要升星 要升上去 然後要 然後要 還要幹嘛 然後還要盡量把錢花完 這邊 這邊我最後想一想還是沒辦法 因為如果賣掉寶本的話 其實也會 三合一 然後版面會變更弱 那為了 增加我們碰到糯米的成功率 我這邊就 直接 直接不像這個碰起來的虎斑貓 然後 然後為了讓版面強一點 我把 那個 鮮血寶石跟那些東西全部打掉 然後我接下來所有東西都是拿來碰5 然後不碰到糯米基本上就吃了 我們可以碰三個五星卡嗎 而且如果糯米來得早的話 我們還可以提前滾雪球 非常之厲害 這邊還沒有 扣血 還打贏了 我夥伴也快到了 夥伴到了之後跟糯米真的太搭 所以這邊其實還有東西可以想 就是你可以想 有沒有辦法 打出一張牌 然後 打出兩個元素 然後讓 讓我們 身心的費用再降更低 不過仔細想想好像有困難 所以貓先開始碰 沒有東西 我們就拿鋁電元素 期待另外兩個會碰到糯米 糯米來了 這道菜絕對活了 OK 其實要先鎮後鎮還是都沒差 還是有點差 就是我們會把一些那個元素放回 把一些資本放回池子裡 我們現在也是有兩個種族 然後基本上其他東西其實也用大刀 好 所以我們把資本放回去了 所以這邊又再 拿個資本 其實也可以先拿那個 噴火的元素 這輪會強一點 這算是蠻順的局 因為我們等一下打這個冰雪元素上去 那個噴火還會變更強 這樣子 這種打法是為了讓我們噴火能夠盡量變大 然後 就會多 大 比如說 加2加2之類 不過說實在也沒有差那麼多 直接先拿噴火可能反而比較好 這邊其實也應該要先打那個 這個東西出來 讓噴火變更大 這邊直接碰6 有元素拿元素 這邊直接再給更多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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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比較好 其實我應該留這個4次 其實我應該留這個4次了 因為我們的這個夥伴是你每次刷新鋁電就會直接 再給你一張 那個 被冰凍的元素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是不值得冰這個元素 因為下輪自動刷的話 就會給你一個其他元素 那有很多比較好的其他元素 反正現在盾 聖盾元素 噴火元素都很好 然後還有刷新元素 然後 資本 跟那個五星的鋁電風暴 其實都非常好 好 有非常多張都比那個東西好 而且新的鋁電裡面可能還有更多元素 在這個剎那 看看有點害怕對面 解不掉我們的東西 解不掉我們的那個 六星元素 基本上如果我們拿到那個免費刷的元素的話 幾乎就吃了 因為免費刷 然後每次每刷又一定有元素 所以免費刷來了 我們其實還是想要讓免費刷元素變得 稍微大一點 在這邊先上聖光 然後我其實還是想要刷兩次 這邊上這兩個 就免費升六了 超快 八等升六 八第八回合升六 這邊這個墨具是要抓的 雖然演化很少張 可是墨具還是要抓 呃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會讓別人 更難抓到墨具 這邊應該先刷的 後來這個墨具應該是賣掉 我沒記錯的話 還是把版面弄強一點 這邊 這邊來不及 免費一刷 所以理論上這邊操作是在賣一張 然後買這個聖盾 不過我來不及操作 兩塊錢傷給鮑勃 對面比我小超多 不過這個陣的主要的問題是我們 變成有兩個是在耍他呢 就是我們的糯米跟我們的夥伴 其實都很弱 所以我們剩下五格都很強 所以蠻特別的一點是 呃 紙冰章他 不視為 你沒有重置 他還是視為你有重置 有盾就值得留了 聖盾元素抓下來 所以我們一個小目標是要把 一些元素直接合金卡 像這個刷新元素金卡 也很好 刷新元素金卡會讓那個 會讓東西直接 直接 呃 直接你打這個元素會有兩刷 我在想這邊大家要做什麼事 因為這個配其實還不錯 然後銅鬚也還不錯 ok 所以那張卡變金合金了 有元素 有元素拿元素 其實他超弱 這元素超弱 可以墨具 然後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這樣單兵一張 還是可以 算是重置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就單兵這個墨具 然後我們其實可以把墨具 想辦法抓完 讓對面 讓其他人很難抓到墨具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正怕的東西就是 毒啦 就是完美墨具 然後還有 重生蜘蛛 這兩個東西 所以之後如果遇到蜘蛛 我也會 文藝應該要想辦法把他抓起來 然後這一局沒有魚 所以我們東西只要想辦法變大就好 直接 30滴直接歸零 有點 有點衰 魔具抓下來 我這邊其實想要走一張 然後來 來至少吃一次研磨的這個 加6加6 加6 研磨加6加6其實還蠻不錯的 然後現在這個 金噴已經有點小了 先上聚合體 演化 兩次 他可以走了 溫柔距靈可以 用來做結尾 其實還不錯 因為對面 滿有可能至少可以結我一張的 金噴已經三合一了 這邊我賣什麼 這邊我好像賣兩張買兩張啊 這邊我好像賣兩張買兩張啊 因為其實我的冰雪元素快來了 然後其實版面上卡著那個 冰雪元素其實有點糟啊 OK 我這樣的打法是一個比較 比較 比較怎麼講 比較穩的打法 怕被對面打爆 因為那個 免費刷元素又來了嘛 所以 基本上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做 零費刷的動作 只是我們的夥伴其實我賣掉了 夥伴是有可能 這一輪直接合起來的 所以其實再多留一輪就合起來 不過我們這邊配真的超多 而且我在想可能 夥伴一格格打掉比較好 因為我可以一輪用一個夥伴 然後保證 就是你不會斷 連續接下來兩輪都不會斷元素 然後你們如果知道這個遊戲的話 其實到第12輪這個遊戲就差不多結束了 每輪都暴揍 我每輪都在暴揍別人了 而且這邊野火元素碰起來 代表我們一定會有格子 來看看你拿到什麼 魔局 所以這邊你可以自行決定那個 到底這個應該要多大 我這邊選擇一個比較中間的打法 就是 留一些刷新給那個 留幾個元素在手上 這樣我們有一些免費刷 然後我們最後還是可以走這個 夥伴 OK 不大需要兩個糯米 上聚合體 其他也夠大了 這邊有蜘蛛 這邊有蜘蛛就拿蜘蛛 這邊有蜘蛛就拿蜘蛛 主要拿蜘蛛也是可以直接卡別人的蜘蛛 因為其實這個真的會怕那種什麼 卡德加重生蜘蛛啊 會被一些奇怪的東西打爛 雖然我們有金噴啊 金噴可以稍微防一下那種針 可是最 穩的方法 就是你把元素做超大 然後剩下格再用那個 毒給補起來 這樣就萬無一失 其實糯米 可能已經可以走了 不需要貪這麼多糯米 不過我們可以好好的玩一下 因為我們東西真的超搭 你可以看對面 的陣容啊 最後我比較怕的是 野獸這一家 因為野獸這一家有可能有 這種蜘蛛的東西 所以把那個 拿下來 拿下來 可是因為我心血來潮 想要 想要上銅鬚 這邊基本上沒有 不好的打法 幾乎沒有不好的打法 差點噴一塊 我需要兩個 所以就 先銅鬚禮天風暴 這些東西 這兩個元素給的 免費刷的數量還超多 有啦 我在想好不好上夥伴 我還是想要拿更多野火 因為他是很強的功能牌 這樣其實應該先上夥伴了 溫柔巨靈 免費刷 溫柔巨靈 溫柔巨靈 OK 所以我們有很多配 然後還有很多格子 非常非常順的一局 非常非常順的一局 太棒了 偏小啊 因為剩下兩張其實都沒有吃到 糯米的buff OK 沒有東西 怒噴一塊 好 喔 這邊有這個7-3 我應該抓了 不過沒看到 QQ 因為我在想錢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在找野火胚 之類的東西 然後這邊我突然想到一點就是 其實每個元素都幾乎是免費 因為你打 買一個元素三塊錢 然後他會給你免費兩刷 然後你還會有一個好處就是 糯米還會 給你東西變 變強 這問題是你需要每個東西都 每個元素都要 能夠穩定的給 都有辦法吃到那兩刷 所以像是資本跟這個旅程風暴 其實你還會賺一塊 只是要一直刷而已 比較煩 好野火合起來了 我在想是不是要先上野火 然後這邊還有免費兩刷 OK 最後就上兩個咚咚 其實這個4442的免費刷還可以再改進啊 就是還可以把它變小黃或什麼 應該會比較強 所以基本上就是把別人的六星蜘蛛跟六星墨具都拿掉 然後 其他人就超級難拿到毒 然後我們就吃了 呵呵呵 不然其實會遇上一些容易翻串的狀況啊 衝擊7300 GG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之後再見 掰掰 呵呵呵